CAPABLE OF UNDERSTANDING AND GENERATING TEXT AND CAN ANSWER A WIDE RANGE OF QUESTIONS AS WELL AS GENERATE CREATIVE WRITING CHAT GBT以海量文本作为资料库 让AI机器人有办法像真人一样回答问题 去年11月底推出后 端端两个月活跃用户数突破1亿户 成为史上用户数增长最快的应用程式 成功的最主要原因是OPEN 对全世界开放 然后这个程式就会越来越成熟 功能越来越强大 数据越多 那你这个AI层次就会越聪明 透过更多人使用累积文本数据 去除漏洞强化客户粘着度 除了OPEN AI股东 微软决定加码投资100亿美元 全球科技巨头也纷纷加入AI竞赛 点数目公司META推出语言模型LAMA 有20种语言功能 但主要聚焦拉丁及希里尔字母的语言 Google也有意跟进 推出聊天机器人BART 中国百度则将在三月 推出类似服务 温馨一言 展望反映在市场面 资料中心伺服器相关的新华级微影 二月份股价分别禁阳695和219元 而晶片设计大厂挥达预测 本期营收达65亿美元 换算超过新台币1993亿元 专家还分析AI聊天机器人能及时互动 和使用者有实际体验 甚至能应用在生活当中 看好相关产业链未来发展 净新闻 曹征严 凯旭 采访报道 要下载净新闻APP一手掌握 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净好新闻